原标题,年轻化、多元化吸引马云到访的海澜之家,会成为新零售的右翼标杆吗? 赶在双十二之前低调开出的童装店,可能是海澜之家品牌年轻化的最好地震。 文杨亚非零售老榜内参独家专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一海澜之家为什么要从街铺向购物中心迁移。 二二代接班之际,小周董周历成今年做了哪些事? 三从男人的衣柜到全家人的衣柜,海澜之家还有几个坎要果。 十二月九日,海澜之家旗下百居兔给斯线上线下低调同步开业,这也是继十月九日收购英诗英童之后,海澜之家正式在童装市场,与司马、美邦等较早布局者进行正面交锋。 同装在海澜之家里的分量微呼其微,但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可能性的未来,习惯了大把赚钱的海澜之家的决策层,以及上下游的供应商加盟商们,现在正站在决策的十字路口上。 如果未来可遇见,但方向模糊,你会怎么办? 他们已经制出了筛子,和手上所有的筹码。 博的是年轻化市场和小周董国民男装品牌是海澜之家一贯追求的价值理念,但随着职场中年人逐渐买房,组了家庭,有了老婆孩子,海澜之家也主动或被动,从男人的衣柜向全家人的衣柜过渡,女装、童装、日用家居等品牌店一定开出。 如此来看,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的理念似乎行不通了。 门店的迁徙轨迹,正越来越清晰地指向海澜之家的未来。 一存货之资,争议与诸禄海澜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建平一手缔造了海澜之家的服装王国。 这个曾经被戏称为乡土Zero的国内男装第一品牌,再三、四线城市及县级地区覆盖密度极高。 截至今年三季度,门店数高达5608家。 服装者们生意,如何清理库存? 事件老大难的是,很多品牌至今被压得喘不过来起来。 海澜之家的独特经营模式,似乎为其找到了一种出路。 上游,向供应商奢购货品,货款逐月结算,减少采购端资金占用,并与供应商签订质商品可退货条款。 转移为货风险。 下游,积极吸纳加盟商。 加盟商拥有门店所有权,但不碰具体经营。 海澜之家全面负责门店内部管理,销售结算采用委托代销模式。 加盟商不承担存货滞销风险。 也其是,海澜之家负责品牌每预读商品供应链管理及销售管理,加盟商承担加盟经营费用,供应商提供产品,三者皆为利益共同体,亦容俱动,亦损皆损。 这成就了海澜之家,但也饱受争议。 理论上来说,海澜之家没有库存风险,一切都转移到供应商那里。 但事实上,海澜之家曾成立百一百顺子公司,通过二次采购退货商品,主动分担供应商资金压力和经营压力。 这种博弈与平衡成就了海澜之家,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压力,存货高企何时能消解。 在仗正与互动平台上,海澜之家最近两次被投资者问到存货的问题。 一次是传出海澜之家的衣服在地摊上被简标售卖,投资者质疑是否属于官方去库存的行为。 另一次,则被直接追问存货的销售方式。 这一背景是,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海澜之家存货高达近90亿元,较年初上升约3.6亿元。 海澜之家方面坚决驳斥了第一个问题,品牌产品借在海澜之家官方渠道销售。 对于存货的处理,则解释称,部分交给自公司海一家销售处理,部分退回供应商。 这是海澜之家一贯的轻盈思路,但业绩增速持续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财报显示,海澜之家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约为124.8亿元,仅比上年统期增长3.40%,主力品牌海澜之家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记录的1.24%。 而在过去三年,海澜之家的整体营收增速也已持续放缓。 在2014年2016年期间,海澜之家年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23.38亿元、158.30亿元、170.00亿元,比上年统期增幅分别为72.56%、28.30%、7.39%。 为走出困局,海澜之家给出了多重解决思路。 显然,海澜之家在多方位业绩寻找新增长点。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从全局视野来看,梳理产品线将库存打造良性供应链才是根本。 不过该评论人士也承认,这是笔会引起各种利益列条的连锁反应,柔性供应不是说该就能改,供应商有一套自己的体系。 该为人士强调,传大难掉头。 从海澜之家线下门店的调整可见一般。 根据2016年年报,海澜之家规划中2017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加大对购物中心的拓展力度。 海澜之家董密副总经理许庆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曾表示, 考虑到消费升级,目前公司正在进军一二线城市和购物中心等,我们会运用大数据,根据数据不断进行布局调整。 一位不愿举名的资深面内人士向零售老板内参APP微信ID,LSLB168表示, 海澜之家的种种举措,释放出了明显的改革决心。 消费升级的浪潮,也倒逼着海澜之家推动全渠道布局工作。 作为海澜之家主力战场的接铺市场,现已逐渐走向没落, 手机节性及天气原因影响较小基础配套设施更完善的购物中心, 越来越多地成为品牌商及消费者青睐的新去处。 品牌门店向购物中心间喜事在逼行。 购物中心的运营,跟街铺完全是两码事, 海澜之家和他的利益共同体都需要去适应这种变革, 但赚钱赚习惯的人,突然让他改变确实很难。 该业内人士评价道,海澜之家显然明白, 他们需要适应这种改变。 所以,尽管海澜之家的品牌调整在门店拓展品牌升级, 供应链管理,产品管理,市场管理,电商等多个维度同步展开, 但作为以品牌管理精良出名的海澜之家, 现在的改革大夫自然也落在了品牌上。 按照官方口径,品牌形象升级重点提升品牌的美誉度, 时尚化和年轻化。 但比起这些,所有人的目光更加关注的是直牛儿者已经发生变化, 他不再是周建平,而是少帅周丽晨。 二海澜之家年轻化的2011期周丽晨被一些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为小周董作为周建平之子, 周丽晨被寄予后望。 今年2月8日,年仅29岁的周丽晨出任海澜集团总裁, 周建平亲笔书写赠与建功立业。 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周丽晨已在海澜之家久经历念。 周丽晨最早在海澜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而根据海澜之家2015年年报显示, 此前经董事会选举被增补为董事的周丽晨, 董事职务任期自2015年3月起,2017年3月止, 为期两年。 过去的两年, 正是海澜之家进入品牌形象调整快车道之时。 营销渠道方面,加大对地铁、地方媒体、互联网等渠道广告投入, 并先后与奔跑把兄弟最强大脑了不起的挑战火星情报局2等热门综艺节目合作, 吸引大批年轻族群。 同时联手设计师推出合作团等, 这一系列动作,最终帮助海澜之家一改职场中年人形象, 向兼具时尚化与年轻化审美过度。 供应商方面, 控制首单产品价单比例, 实现快速调整补单, 并通过门店智慧化改造,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但比起这些, 海澜之家今年双11的豪赌似乎更具代表性。 海澜之家的营销手段简单粗暴, 1000台256GB的iPhone X, 也许是为了给品牌新代言人力更新当天的直播家系海澜之家在此基础上, 有追加了100台。 按照苹果官方渠道定价, 折合下来这是一笔约1066万元的营销支出。 相比之下, 其去年双11的前1万名送600元礼券活动则略陷寒酸重金投入效果立竿见影, 成功帮助海澜之家超越优衣库, 一举摘得天猫双11男装品牌第一名, 总销售额破4亿元。 途中居住者为海澜之家走才周立成在双11之前, 海澜之家已经吸引了马云的注意。 今年8月, 马云到访海澜集团, 参观了海澜之家电商, 海澜之家智能仓储, 海澜总部自主品牌专门店以及海澜马文化博物馆, 希望今后在互联网时代能够与海澜之家电商实现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共银。 马云表示, 在马云参观总部后不久, 天猫及与海澜之家签署新零售战略合作, 今年双11, 海澜之家用华力的数据, 为双方基于新零售的门店智慧升级开出一个好头。 夺冠的另一层意义是, 总算扭转了近三年天猫双11的排名持续颓势。 根据天下网商等第三方数据, 2014年至2016年, 海澜之家均排除在双11男装品牌排行榜套谱之外。 如前所述, 海澜之家还在马不停蹄扩张女装、 童装、家居、海外等更多方面的业务市场。 今年8月14日, 海澜之家宣布拟仓股本土快时尚品牌Tour。 国泰军官分析师表示, 此举张浅了海澜之家布局快时尚, 强化在休闲服饰行业优势的决心。 9月23日, 旗下生活类家居品牌海澜优选生活馆开业, 现让店铺随后上线。 另有消息称, 海澜之家正在筹建微商城, 届时旗下品牌产品相同不同款上线微商城。 总结来看, 海澜之家的品牌年轻化升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线下开拓新阵地, 积极向一二线城市及购物中心涅态进军, 二结合互联网技术, 对线有店铺进行智慧化改造, 打通线上线下渠道, 三开发新品牌, 推多品牌战略, 以海澜之家为主, 女装品牌IG2, 同装品牌IG2, KIF商务职业装盛凯诺存货处理品牌海一家, 生活类家具品牌海澜幽卷等微服。 四丑化品牌出海, 今年7月份, 海澜之家马来西亚手电两项吉隆坡。 随后11月份, 官方发布公告宣布收购境外公司ZMBRO Marketing, Malaysia Marketing, 围绕线上线下全渠道的大幕已经拉开, 周立晨从父亲手里接下了接力棒, 并深深地烙下了属于他这一代年轻人的烙印。 三门店智慧化与渠道上行服装市场称的上市新零售的排头兵, 尤其是一些快时尚级评价服装品牌, 消费者网购意愿强烈。 数据显示, 2016年, 我国服装网购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5%, 服装网购渗透率接近四成, 达到36.9%。 随着今年智慧门店在越来越多品牌门店的应用, 预计这一比例仍会持续提高。 海澜之家未来在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2016年度, 海澜之家来自线上销售的营业收入占比仅为5.17%, 相比2015年小幅上升约1.37个百分点。 作为对比, 森马2016年电商零售业务占全年营业收入近30%, 太平鸟的这一比例则为16.15%。 这些数据背后, 释放出了一些共性的信号。 一、渠道融合性加强。 线上渠道正快速铺开, 成长为服装品牌季节铺百货中心、 购物中心之外的第四级, 并且不同渠道间, 对于供应链的融合和快速反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二、与互联网品牌、 国际品牌在全线市场展开正面交锋。 互联网品牌正全面布局线下, 以快时尚为代表的国际品牌也从一、 二线城市开始向小陈店。 而海澜之家、 森马等传统服装品牌也在尝试开拓 一、二线城市集陷入购物中心市场。 未来, 多品牌之间场景重叠度将越来越高。 三、门店智慧化成标配。 线下门店基于ORO的改造升级从长间变为标配, 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 对于消费体验的新浅感及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年轻化消费群体崛起。 以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消费人群, 正逐渐构成服装市场消费主力军。 但相比以往, 用户消费时间及场景更加碎片化, 品牌需要结合消费者用户化向其喜好, 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从男装到家概念, 海澜之家试图用多品牌以及多渠道的打法, 为品牌提供新支撑点。 如果说目前的多品牌战略为营收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的话, 那同时也是突破既有困局的关键。 正如一位行业人士所说, 这是海澜之家必须要走的路, 尽管可能看起来走路的姿势很奇怪。 商务合作内容转发。